幻區 狗隻走失後被人捆綁四隻 釘到高速 上星期四 寵物狗Rex的主人Dev Ferreira 正在參加一個葬禮 令他猜不到的是 就是這天 他的寵物狗Rex 都被人虐待致死 他的弟弟發現Rex跑出去之後 立刻發動了鄰居和警員一起搜尋 結果都是一無所獲 Ferreira自己都開車 搜索了整整三小時 而當他接到一位叫Monica的女性的電話 對方問他是不是養了一隻白色狗的時候 他非常高興 以為終於可以找回Rex 店員Monica表示 雖然他已經知道Rex的下落 但很不幸Rex已經去世 而且Rex的死不是意外 而是虐待 他表示和未吩咐 在周制80號公路開車的時候 看到高速公路上有一部藍色的Prius 將一隻白色的狗從窗口扔出車外 於是停車打算救狗 不過就在救起他之前 這隻狗就被另一部路過的車撞到 而更可怕的是 Rex四隻腳都被膠帶綑綁住 所以他才無法避開或逃離高速 Ferreira最近剛剛退休並獨居 他從Rex八個月大開始養他 直到現在他十八個月 Rex已經成為了他的朋友 不過目前警方仍然未有任何線索 天頭威士記者梁麗娜報道 就算了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